各位麦子学员的网友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学习Bootstrap对图片和辅助样式的支持 那对图片的支持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以前已经用过响应式图片 它对图片提供了三种形状 那我们直接写代码看 好打开我们的HBuilder 好新建一个Web项目 CH08 然后把07里边这个东西复制过来 就是cssscript这些都复制过来 把demo01的这个头这三行复制过来 好demo01 cx08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叫demo01 头复制过来 那第一个我们给个div class container 我们这可以给张图片 image src 这是我先前 以前项目上我就加了一张图片 就让你当图片 好我们运行一下这个效果 那我直接加一个样式 那我们看直接运行的效果 我屏幕缩小 图片并且跟着缩小 那么现在加一个 class image responsive 好运行一下 就像屏幕缩小 图片缩小 屏幕变大 图片变大 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css样式 他其实就对图片的宽度设了百分百 然后高度自动 做了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想应试图片 那我们再看 对图片三种形状 image src 还是我们的这张图 因为我也没有其他图 好class 这地方我们用一个image 先给一个圆角 Ctrl-C 这呢给一个圆形 这呢是带一点空边的 一个样式 我们先看一下 这张图有点大 那这张图呢就变成圆角 注意看 变成圆角 这个IE8以下不知 这个呢就变成了 腿圆 这个呢就是带个边线 边线和图片边线 直接有一个空 这呢我可以给它一个大小 这样吧 wise 150 Hat150 Hat150 Ctrl-C Ctr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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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 好预警一下 那这三个图注意它的区别 那这个呢是圆角 中间这个圆形 这个呢就是边界有一个细线 然后中间和图片的这个边框之下有一个什么呢 空白 好 这个圆码呢就被大家看了 大家把这三种样式记住就行 三种样式记住就行 这是我们的图片 那接下来看我们的辅助样式文本 文本样式 那Botstrap给我们提供了这六种文本的样式 分别是柔和灰 主要蓝 成功绿 信息蓝 警告黄和什么的 威胁红 好 举个例子吧 在这 水平线 大家好 那你想格式化这个字的颜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Botstrap预定好的这个样式 class等于text 想用什么颜色呢 比如说我们要 微写红的话就是 Danger 保存 颜色就变成红色 那么再来一个 比如说 那个 还有一个info栏 还有一个主要栏 info栏 好 这个呢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都列出来了 这地方有 其实你用帮助注意 你用这个帮助 你text 横杠 然后 哦 这挺多 text横杠 那比如说主要栏 在这个primary 在帮助里边也可以找到 就是 这八种什么 这六种 六种文本的这个颜色 六种文本的颜色 那当然它有六种什么呢 文本的背景 它也预定了六种文本的背景 那背景呢 我们叫bginfo bginfo bginfo 这是蓝色 蓝色的话 我们给一个 text 红色 Danger 注意看 这设计了一个蓝背景 然后红的文字 boostraw 也给我们定义好了 这么五种 五种这个背景样式 分别是bginprimary 这是一个蓝色的 成功率bgin success 信息蓝 info 警告黄 awarning 然后是危险红 是Danger 那这个呢 就文本呢 它也定义了很多 包括文本的对齐方式 就text text left right center 这些样式都有 好 这个相对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在电脑上试一下 就OK 那我们再看辅助图标 辅助图标 主要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关闭按钮 关闭就是叉叉那个图标 和相当下的一个借头 怎么来实现 那关闭按钮呢 那关闭按钮呢 它既然是个按钮 我们就用button type等于button class class等于什么呢 等于close close就是关闭按钮 那这个button里边 这边我们要加一个 预定时期 mc 就是那个x 注意 这样 这个地方就多了一个关闭按钮 xx的这样的按钮 除了以上也有一个什么呢 效果 以后你想用这个xx的时候 就可以用什么呢 就是这来做 A平号键好像也可以 试试啊 好 class 等于close 给close 给它一个 这地方也得给一个 一个号 times 好 语言一下 两个xx 就是x呢 有两种做法 一种我可以用什么呢 button按钮 一种也可以用我们的 查列坚来做 还有一个向下的借头 向下借头呢 我们可以用 spy spy标签 这个很简单 spy标签 只是要加一个 样式 c r c r e t 这个呢 是个向下的借头啊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写的有向下的借头 好 运行一下 注意看 向下的写 我们现在要做展开一些图标呀 就要用到这个借头 所以这是两种什么呢 辅助的图标 那接下来我们看内容的浮动 Copy Ctrl-C 直接复制 Ctrl-C 好 新建一个 gm02 它给我们定义一些左幅右幅 巨中的像这样什么呢 这样的一些样式 我们直接可以拿来用 比如说我要把DIV块巨中的话 就是DIV 我们当然以前设的是 设的是那个Center 那我在这儿设一个全局的这个样式 style DV border epex 实现 好的 DIV 加一个 class 等于什么呢 嗯 我想想 我要把它 巨中的话 就是Center Block 这地方 巨中 大家可以在有一个代码里边 查一下它这个样式啊 那CenterBlock 只是做了什么呢 DisplayedBlock 然后MarginLeft 就好 Write都给了Auto 好运行一下 那我们这个DIV 主要这个DIV是占满全屏的 因为它这个DIV的样式只是 CenterBlock 只是什么呢 说了MarginLeft和Write 是Auto 然后把它的 显示模式写成DisplayedBlock 做了这个事情 好 那么再来一个 DIV 这个DIV呢 我们给一个 class Pow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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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x 就是清楚 左符和 又符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指定 在什么分别率下 显示这个DIV 比如说我们的Visible Vi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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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x 还有什么Lz 等等 好 运行看一下 但是我没有指定它的宽度 指定宽度 Style Wise 等于200px PowLeft 左边呢就是 Style Wise 200px 都是200px 好运行看一下 这边去左 这边 这边去左 两个都去左 这个去右 这个去右 好运行看一下 刷新 这边去左 这边去右 就是说我们做排版的时候 可能需要 呃 左浮动 右浮动 这个PowLeft PowLeft 它只是做了这个什么呢 Float Left 那PowRight呢就是Float 什么呢 Right 做了这个事情 那ClearFix呢就做了 它其实就是设了DisplayBlock 然后是 嗯 Display是Table Display应该是Table 然后是ClearBose 就清除左幅和右幅 那VisibleSM呢就是在这种分辨率的写实体底下写的 这儿我再加一个东西 加一个DNVCCC 看一下CCC出现的位置 那默认呢这是大分辨率应该是CCC出现 主要小分辨率底下 对 它没给你清除看到没有 大分辨率底下才可以清平了 像ClearBose 那在小SM的分辨率底下呢 它没给你清平 跑到中间去了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加了这个样式 意思是在SM的分辨率底下 它才显示这个DIV 其实还有什么呢 还有Hidden HiddenSX 就是在这样的分辨率底下显示 隐藏它 还有这样的复兴啊 好 保存一下 这是我们对 这是我们对内容的什么呢 一个应用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隐藏和显示DIV 那CC我要隐藏显示的时候 这个地方加一个 class 显示的话就是visible 这个显示我们用射啊 显示我们用射 嗯 我们先看这个吧 有一个visible visible visible MD 在中等分辨率底下显示 保存 那也就是在其他分辨率底下显示 那不显示 主要 你看CC在中等分辨率底下显示 这儿显示 这儿 这个小分辨率底下不显示 完蛋了 这样大拉 I才出现了 这是 当然还有一个隐藏啊 HiddenMD 在中等分辨率底下把它隐藏掉 中等分辨率没有了 往下拉 出现了 屏幕分辨率不在中等分辨率 I才出现了 那这是 这个隐藏 那我们也可以用 射 射 射的话 就是显示这个DIV块 啊 它是 默认也是显示的 默认也是显示的 没有区分的一个什么样的分辨率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叫 Hidden 就直接把它隐藏掉 Hidden就像设定它的Display 等等啊 Hidden Hidden就把它隐藏掉了 不管在什么分辨率底下 它都看不见了 Hidden就相当于我在这个DIV里面设了 Style Display Now 相当是这个东西 大家也可以查一下Hidden这个原代码 这个样式 好 最后一个响应用的样式呢 跟大家讲了 就是它有两种 一个是Visible SM Visible SM 在小分辨率底下显示这个CC 那么呢 小分辨 1024到 9 9百多 应该是 好出现 那大于主要 大于小分辨率呢 有没有了 所以要注意这个事情 就是 它有Visible SM SX 还有MD 还有LG 那对呢 还有Hidden SM 都可以使用 好 这是我们 这一间呢 我们主要讲了这个Bootstrap 对我们这个样式的支持 其实没什么讲的 Bootstrap呢 只是定义了很多的样式 我们只需要拿来用 我 大家有兴趣 可以查一下这个Bootstrap 它的原代码怎么写的 但你可以查一下这个 CSS 查这个文件 但还有很多的Lens文件 你看下载那个Sync版本那边 中间那个 它很多Lens文件 BA完的这个东西 可以看一下它的Lens是怎么写的 好 这一节呢就给大家讲到这 从下一节开始 我们就讲Bootstrap的组件 常用一些组件的用法 好 这一节讲到这 然后具体的列习呢 大家就是把这个文档 把这个文档啊 CSS这边的文档 它也有我讲这些内容 我讲课的内容大概也是 根据这个文档的这个流程来讲的 这地方有图片和辅助力 把这一道代码照着都操作一下 这是文字的颜色 等等 好这一节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